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但一届开最关键的数字真相 1.618是一个关键数字 代表股市的黄金切割率 让了解股市波动的趋势 而今天我们要看的关键密码是 28兆美元大洗牌 这个星期全世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 都面临到历史性的关键时刻 美国在11月6号举行总统大选 而中共18大 接着11月8号也要登场了 但是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 其实选情是异常的紧绷的 我们看到除了现在台湾网友MSN的 台湾网友其实现在当然是比较高 将近七成的比率 是支持现任的总统欧巴马 但是看到其他的民调 几乎都是呈现胶着的 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现在已经双方的民调是呈现了平手了 而路透社最新的民调 欧巴马也只有显胜1% 其他像是华尔街日报 其实欧巴马跟罗姆尼 也都是呈现胶着的情况 就连独立的民调中心 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一个调查 欧巴马其实也只有显胜 罗姆3%而已 所以我们来看到的是 其实欧巴马跟罗姆尼 目前从民调来观察 是呈现相当拉锯的情况 而未来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 其实都牵动全球经济的走向 因为美国是全世界的第一大的经济体 而另外中共18大 它代表的则是中国大陆10年的 胡温体制将正式下台一鞠躬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星期 真的人类的命运 是面临到一个转类点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 其实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GDP有7兆美元 美国全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 有15兆美元 如果再加上第三大的日本的话 加总起来 总共将近28兆美元 这样一个金额 这个星期到底会面临 什么样的关键洗牌呢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的黄创相 谁也好 大家好 财源专家汪洁明 谁也好 大家好 好 资深军事记者黄敬平 谁也好 大家好 财源专家黄世聪 谁也好 大家好 好 创相我们来看到 相当重要的是 美国的总统大学 没有想到这一次 这个民调竟然会呈现拉锯战 所以今天的时间是 台湾时间11月6号 离那个玛雅预言所讲的 12月21号 只剩40几天了 然后那一天 是不是全世界会进入新的世纪 会人类进入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谁也不知道 但是所有的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 外交学家 战略专家 军事专家 却根本没有人去管 12月21号 他们就很担心的就是 11月7号和11月8号 包括连我们的马凯教授都特别讲了 这一周将是 人类的命运在转利点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这一天 美国马上要选出新的总统 中国十八大马上要做一个改革 变化换届 第五届 第五代的接班人员上来 在美国它现在国债 已经破了16兆美元了 然后美国接下来 它会怎么去处理这个 拖着全世界的 美国打盆地 全世界都是重感冒 然后它现在是不是会继续的QE政策 继续的降利率 是会继续的像以前一样 印钞票救世界 还是把它的外债给输出 这会影响到全世界经济 然后先前呢 他们又要抗那个中东的情势 那么的紧张 那么的混乱 他们抗油价 假环保之民 大力的提升 玉米价格40%飙涨 造成黄小玉 造成全世界的物价 还什么都波动 接下来不管是欧巴马或罗姆尼 当选之后 就任之后 美国会有什么变化 再过来 中国要腾龙换凤 结果赶快的 日本就是工业的那个工业再生 美国要重返制造业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工厂 有很多人提前在中国关闭 中国的整个经济 都有很多变化 然后再过来 叫世界市场 他们有一个十二五 要全面富起来 接下来怎么做 习近平 李克强 还有文贾宝最重要的助手 王岐山 将来在中共十八大之后 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会有什么变化 全世界也在关注 然后为什么他们的影响 会对我们这么大 因为美国是世界大 第一大的GDP 15兆美元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 而现在这两个国家 在这变化之中 还有一个国家 因为其实他们也正在 政权变化之中 然后他们又因为一个 钓鱼台的事件 又把中国和美国都牵进来 然后甚至因为钓鱼台的事件 让他们现在 他们最大的金链团 痛批野田家宴 钓鱼台乱搞是王国首相 那完毕之后 中国和美国当他们选举 权力都处了一额 他们一定也会处理 日本的问题 而日本最近也占了GDP的5.8 是全世界第三大GDP 他们三个加起来 28兆美元 世界银行 算全世界 212个国家和经济体 全球一年只有70兆美元 这三个国家 就占了40% 他们会有什么变化 他们会怎么样 都会牵动到全世界 包含中国会不会在变化之后 对付日本 那美国安保条约之后 会不会卷进来 或是这两个经济体 在对抗的时候 美国中间又会做什么样状况 都会影响 那三个大家伙 三只大象在那边动来动去 我们台湾是没有什么办法 那这变动的过程中 一定会产生一些大洗牌 而我们台湾 是不是能够抓到这次大洗牌 这个浪头里面 抓准时机 作为也是我们的命运转捩点 所以11月8号以后 全世界都在变 台湾也将会有变化 好 这个星期的确相当重要 人类命运真的是位在转类点 它牵动的是总共将近 28兆美元这样的一个金额 所以刚刚创下代我们看到 其实是11月8号 在中共十八大之后 他们政权交替 习近平上台之后 现在他面临到的是世界工厂 其实提前已经关闭 今年中国大陆 他们的经济成长率是宝八 没有希望的 而我们来看到的是在美国 在过去四年欧巴马任内 我们看到不断的在印钞票 实施量化宽松 那么如果他顺利连任的话 或者是被对手罗姆尼给击败了 接下来美国又会 如何来牵动全世界的变局 尤其我们来看到现在 双方的民调是呈现 相当紧绷的拉锯战 而且在几个关键州 像是爱荷华州 俄亥俄州 其实现在也攸关在这一次 美国总统大选 欧巴马到底能不能够顺利连任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关头 欧巴马罗姆尼陷入歌喉肉搏战 各家民调叫人看得不撒撒 数字显示两人难分宣制 现在焦点全在少数几个 关键摇摆州 摇摆州决胜费 看看四大关键州的最新民调 两人在佛州 46%打成平手 在科罗拉多也是48% 使均力敌 在维吉尼亚州 也只有1%的差距 在激战的俄亥俄州 欧巴马领先开始拉大 效应4% 差距如此致敬 号称是美国史上最激烈的大选之一 目前CNN推估欧巴马已经有237张选举人票 罗姆尼206张 接下来的攻防战势必要步步为营 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就算赢 欧巴马的如意算盘 这么拨 攻下三州就笃定能赢 罗姆尼阵营也在沙盘推演 至少要取得五个关键大州 才能铺出通往白宫之路 这样加起来 罗姆尼有266票 距离270票还差四张 随便再下一周就能入主白宫 从两党策略看来 俄亥俄州是选战的兵家必争之地 谁也丢不起 四年前曾经是欧巴马决胜出征地的爱荷华州 宣民对现况不满 这一次不在意面倒 民主共和两党壁垒分明 就看中间选民这票怎么投 仰赖中间选民入主白宫的欧巴马 这回难再复制 当年优势 中间选民抢得凶 砸钱竞选不手软 美国总统选举是一场烧钱游戏 早已不是新闻 但本届大选越居史上最贵 耗资26亿美元 看看这大部分钱都流入少数关键州大打广告战 砸钱如此慷慨 候选人取胜之道不再是竞选政见和施政方向 而是硬碰硬比看谁的资金比较雄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这是欧巴马 这是他的对手罗姆尼 这一次两个人民调现在呈现了拉锯 我们看到很多人会说 这个欧巴马也不过50岁出头 50出头而已 为什么看起来 感觉这四年当了总统 好像老了很多 那么现在他的民调又被60几岁 罗姆尼狠狠地紧追在后 其实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四年前是从 欧巴马出来竞选的时候 他打的口号其实是针对了中产阶级 像他自己也是出生在单亲家庭 包括他的太太蜜雪儿 其实他也是来自于在芝加哥的 蓝领阶级出生的 但是现在很多的中产阶级 他们说这四年下来 感觉他们的日子过得没有跟过去一样 其实他们并没有很明显的改善 这次中产阶级会不会倒戈 是我们知道2008年 这欧巴马当选的原因主要是 我们回想一下2008年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金融海啸刚在美国发生 雷曼兄弟倒闭 那时候大家人心惶惶的时候 欧巴马横空出事 他高喊了一个口号 叫做Change的口号 结果他在那场大选中横扫天下 轻松的打败那时候 共和党的参选人麦肯 他喊出的就是说让整个美国 包括说中产阶级 或是美国的少数族群 或是说所有上下一心的支持欧巴马 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欧巴马的问题在什么 因为其实欧巴马 他以前没有当过行政首长的责任 所以他当任这个首长之后 事实上他一直在这个适应当中 就连美国最重要的部会之一 商务部长 他都是到隔三个月后他才任命 所以其实当初他上任的时候 美国真的是百废待久 你刚刚说他当初喊出说Change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跟四年前一样 可能我的生活状况反而还更糟 并没有改善 对 但是欧巴马上任之后 其实那时候美国失业率 曾经最高来到10.5个percent 那欧巴马其实他拼命的 祭出很多方法 比如说2009年他喊出说 我们要增加7000亿的美国 刺激经济方案 那之后博文兰克也是配合了 在货币政策印钞票出来 结果美国的失业率果然下降 我们看到最新公布的数据 他已经从10.5%降到7.9% 也有人是质疑说他在造假 因为按照过往的经验 你只要超过8%的失业率 你就真的不用选 对 没错 为什么会造假 欧巴马其实他还说 其实他 有这样的说法 他任务增加了400万个工作机会 为什么你要说我没有 对美国没有贡献呢 可是他当初喊的是700万个工作机会 这里面就有玄机就在这里 第一个 美国的公债 他上任的时候只有11兆美金 他现在已经来到16兆 很多人就说 其实你只是印钱出来 印钞票 然后刺激用政府的支出 再增加这个失业率 使了失业率可以下滑 所以很多人就说 事实上对美国经济 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尤其是我们看到说 很多中产阶级认为说 他的收入甚至这4年来 还是持续下滑的状态 手持而不争反减的一个状态 所以很多美国人都说 比如这个欧巴马 他的一些主要政策 刺激比如说金融业 汽车业或是建筑业 这些都是跟一般小老百姓 其实都跟不上什么边 他其实刺激的工作 都在特定产业 那这些产业偏偏又是美国 最富有的人 所以根据一个统计数字 在欧巴马的任内 美国的百万富翁 增加了110万人 等于是贫富差距也拉大 难怪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会觉得说 我其实经过4年 我的状况并没有好转 我的收入还是呈现 一个下滑的状态 你好了还是好待 那些有钱人而已 所以就目前这一次 所以这个欧巴马 才会选得这么的辛苦 那根据现在的民调 是两个人 非常的紧绷的局面 大家都很担心说 会不会重演2000年那时候 这个高尔赢得 普选 但是他输掉选举人票 人团票这一次的状况 因为那一次 其实在佛罗里达州 其实这个票数非常非常 没有错 那一次佛罗里达州 一共有25张的选举人票 那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是 271对266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其实25票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 那这一次大家也说 很多关键州 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万一只要几张 像二亥二州 或是刚才提到的 这些几个州 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 爱荷华或威斯康辛 其实都是差距很小 对也会出现 让整个美国选举 可能瞬间翻盘的局面 所以现在他们都 紧锣密鼓 派了非常多人 在这个所谓 每一个开票所 紧盯了这次选举 不止美国很关心 其实全世界 大家都非常关心 好 在四年前呢 其实打着这个中产阶级的欧巴马呢 其实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四年下来呢 就像刚刚侍聪所提到的 美国的国债 其实现在已经高达16兆美元 一个破表的情况 所以美国人呢 现在好怕 他们很怕 自己会像这个希腊一样 会走向可能破产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其实也不用担心 因为美国自己可以印钞票 但是我们来看到是 其实失业率 虽然控制在8%以下 但是还是逼近8%的一个水位 也就是说四年下来 很多人会觉得说 感觉上呢 中产阶级会觉得 我的生活好像也没有变好 而洁明 除了中产阶级 可能会出现倒戈 很多年轻人 上次年轻人 他们有八成愿意去投票 这次已经不到七成了 对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许多所谓失业者 或者是所谓的年轻的学生 他们是决定 可能是气头的 但是很遗憾的事情 当初这群人 很多都是属于中产阶级 或者是属于 准备要救入社会的年轻人 他们是支持欧巴马 因为欧巴马还出了一个change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答案事情是 对前途一片枉然 就是茫然 是最近的这些年轻人写照 那为什么失业率非常高 现在目前的美国失业率 刚刚讲过 在以前经历 只要美国失业超过8% 你就不用选了 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说 这个整个选举 是非常非常焦琢 焦琢到前阵子 有个小孩子 有没有小年 还4岁小年 很可爱那个说 他说他很讨厌欧巴马 跟这个罗姆尼 I hate I hate 我不要他们两个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电视上 吵得很厉害 他们觉得心情很不开心 可以知道这次的战役 是非常非常的显恶 事实上特别在几个摇摆州 天天是疲劳轰炸 平均每个选民一天 可以接到两通 来自亲友的电话 结果是怎么样的 结果我们来看几个 比较有名气的 我们先看一下盖洛普 因为盖洛普民调中心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精准的 答案是48比48 几乎是评分秋色 另外是 心恩也是很标准 也是很指标 也是知道的 对 49比49 其他几个大约都在48 只有这个皮邮研究中心 这听起来我们也不熟的一家公司 是48比45 为什么这次会这么胶着呢 也出现了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知道吗 就是53%的女性 他们愿意选择欧巴马 这听起来愉悦对不对 但是更可怕的事情是 有44%的男性 他们是决定 就是这44%的男性 才只会投给欧巴马 也就是说这一次欧巴马 损失了绝大分男性对他支持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让欧巴马这次选得这么的辛苦呢 答案就很清楚 有一个叫做 Koichi的一个日本日裔的金融家 他说我当时买还了这个信心 去逃了欧巴马 以为他会带给我美好的未来 没想到他对金融业大刀阔斧之后 他以这个年轻的 就是大概30几岁 正在金融业市精英的状况之下 被资钱了 结果怎么样呢 他现在必须要靠他太太 他现在的资助才能过火 那么像这样的家庭 在美国到处都是 其中有一个中产阶级 控诉欧巴马说 我们以为我们从小教育长大 是我如果有能力的话 除了赚钱之外 我应该替我自己供一个房子 因为从1994年开始 美国房地产价格是一直往上走高的 为什么欧巴马一上来之后 我的房产跌呢 甚至我失业 我缴不出税金的时候 我要把我房子拍卖 赫然发现我的房子竟然比不上 银行的贷款 所以这种愤怒的情绪 是到处在酝酿 有个人叫做克里斯 克里斯谁呢 克里斯是新泽西州的州长 那我们知道这次是 他这次其实是大力称赞欧巴马的 对 没错 他是共和党的 对 他共和党 因为这是飓风吹快 他们俩还上演 在电视上上演 拥抱秀 其实这是各取温暖 结果这克里斯呢 就被共和党抨击了 他说没有 虽然因为总统大人来了 所以我当然要礼貌性给他一个 拥抱 希望他多点支持我们的新泽西州 但是他的心在罗姆尼 所以这次分裂性的 其实他是对于欧巴马 在这次其实处理三地飓风 他其实觉得他是处理的不错 但是问题是 在这么战争焦灼情况之下 对不起 只有同党人士 没有敌 只有同党人士 敌人绝对要歼灭 所以这次的选举 恐怕是世纪之战 会不会重演2000年的这种焦灼 大家都在看 好的确就像刚刚杰明所讲的 我们看到几个比较指标的民调 不管是在盖洛普或者是CNN 我们看到 其实双方现在的民调 都已经是打成了 平手了 其实近平在一个月前 当时大家就说 连他的幕僚都会讲说 怎么会想到 他的民调会追上来 但是的确在最近 已经有看到 罗姆尼有这样的一个气势 好像感觉上 又有一点点信心了 万一到时候选出来 这个票数真的差距 非常的小的话 大家也担心会不会有暴动 对 其实这个执政的欧巴马 民主党政府也是包袱连连 那为什么这个民调 会让这个罗姆尼 在这一两个月子 后来居上双方形成一种 49对49那种55波的态势呢 主要就是说 欧巴马执政这四年来 86%的美国民众 碰到这种高失业率 然后经济 从金融海啸 复苏的泥岛 泥沼中还没有完全 整个力道 完全的稳定成长起来 大家就会满腹的怒气 跟满腹的无奈 不爽 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 美国不是有 其中选举的时候 查党的崛起 还有占领华尔街 仇事富人那种运动 抗疫运动一波接着一波 就是凸显也反映了 这86%美国民众的 不满也不爽 和愤恨 那现在甚至传出说 在这个美国 欧巴马跟罗姆尼 竞选的过程当中 欧巴马的支持者 甚至扬言 因为民主党的支持者 有些比较好像 感觉好像虽然比 共和党的保守支持者 比较理性居多 但是好像也充满了一种不爽 扬言说如果欧巴马落选的话 他们要在全美国各地 发动暴动 欧巴马的支持者 是这样一嗆瞎 罗姆尼的支持者怎么讲 好 如果罗姆尼败选的话 欧巴马连任 他们就远离美国 因为有些人就分析家预测说 罗姆尼的支持者 有些是把他中场阶级之上 甚至这些富人都不少 甚至在欧巴马 10月12号 在丹佛了他们的一个竞选总部 被人家开枪 连美国这样的一个 民主大开的一个国家 也是会发生这种暴力事件 而且后来接着在罗姆尼亚 他是在他的一个主要的 大概维吉尼亚州的地方 他的那个竞选看板 那个标语 被人家丢那个马粪 磨上那个马粪 甚至民主党欧巴马 在他的一个华伦郡 就是俄亥俄州华伦郡 他的一个 他的民主党党部 欧巴马所处的党部 也是一样被人家丢马粪 所以发生这接二连伤的一些暴力 或不文明的事件 都让美国这个大选 充满了一些阴影 担心说是不是有几百万人 在这个选举结果一出炉之后 输得不甘心 没干完会开始暴动 但是这是美国的氛围 你看看全球 全球的一个民调 全球在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欧巴马来台湾选的话 他一定选得上 为什么 因为你看 欧巴马在台湾的支持率 将近高达七成 七成 罗姆尼也只有三成 所以我说他来台湾选总统 欧巴马一定选得上 其实他在日本 在新加坡也都是高人气 新加坡跟日本你看 一个是75%欧巴马 一个是82% 罗姆尼都分别 只有25%跟18% 哪怕只有香港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香港也是欧巴马 是85% 然后到罗姆尼只有15% 其实英国的美日邮报 他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大概全球其他地方 有大概57万人 接受过这个受访的民调显示后 有将近大概 差不多8成5的民众挺欧巴马 包括英国在内 大概只有一成五到两成 德国甚至九成以上 他们都是挺欧巴马 没错 然后俄罗斯也是一样 然后唯一在全球各地里面 连拉帝美洲也都是八成挺欧巴马 全球大概只有中国大陆 大概只有52% 罗姆尼 是唯一比较支持罗姆尼 也是罗姆尼在全球各个国家地区 占上风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丝毫忘了 罗姆尼的竞选政见 还有他的承诺 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是要踩相对敌对 他扬言说他上任第一天 就要把中国大陆列为汇率操纵国 中国大陆万万不知道 也没想到他这一关 好 就像刚刚这个近平所讲的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在全世界呢 你不管是在亚洲或者是欧洲 甚至到英国 我们看到拉丁美洲 其实八成几乎都是挺欧巴马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中国大陆 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这个国家 他支持的是罗姆尼 而且其实罗姆尼对中国态度呢 是比较这个强硬一点的 他还指责这个中国大陆 是汇率操纵国 但是呢 中国大陆他其实是 五成二都是支持罗姆尼的 但是创下 为什么台湾人他们会支持欧巴马 其实在台湾网路上有个笑话 因为你知道欧巴马对不对 如果很多米南语的人 念起来叫欧妈妈 欧妈妈呢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到庙里面有像马祖婆啊 像那个什么的 那个越香火越盛 越有薄比能力的人 他的脸越黑 所以越黑的人给我们宝贝的 保比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欧巴马 所以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网路上讲话说 为什么我们七成人喜欢欧巴马 因为他保比 保比的能力 越黑就这样 不过回来再看的话呢 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很特殊的 有点像2004年台湾的那场选举 一个是平民之子 三级贫户之子 翻身的 陈水扁代表穷人 代表中产阶级 另外一个呢 是一路相乘 是一个非常有的世家子弟 当时的连债 所以有这样一个争夺的一个感觉 我们真的这样比较是说 像欧巴马呢 去年收入79万美元 然后呢 缴税呢 16.2万美元 但是呢 他当时一直说 他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而这个罗姆尼呢 真的是家里太有钱了 他也太有钱了 去年收入是1370万美元 报税报了 因为他要选举了 所以他没有什么逃漏税的问题 非常规矩 报了194万美元 光他报税 光报的税就是欧巴马收入的2.5倍了 然后呢 实际税率是14.1 然后如果他再入主的话 是美国这么四十几任总统来 第四富有的 但是为什么欧巴马选的这么辛苦 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四年前他就是yes we can 劝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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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上来之后呢 结果美国呢 统计他 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帮美国创造了110万个富翁 勤军每一天增加一千个百万富翁 那是美元 但是这些有钱人都拼命的往那边偏移 但是去年前年也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百分之一的人越来越有钱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越来越没钱 所以欧巴马今年的辛苦就是中产阶级 他年轻人 怀疑他 你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我们当时是相信你可以劝举 最后发生说 你也没有劝举 所以欧巴马就觉得这么辛苦 刚刚这个窗下代我们看到 没有想到这个罗姆尼 他报税的金额 就是欧巴马去年收入的两倍以上 他税报那么多 代表他也赚得多 的确很多人会觉得 他有这个富二代 官二代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两个人民调呈现了拉锯 其实呢 都有可能会变成未来四年的美国总统 但是呢 台湾民众其实最关心的是到底是谁对台湾 比较友善呢 请雨姐告诉我们 好 等于美国经济陷入在1930年以来最严重一次衰退危机 包括了10月份这个失业率又拉高到7.9% 国内本身还有上千万这个失业人口是找不到工作的 再加上又高达16兆美元的国债 这些问题应该要怎么解决呢 都要看未来的白宫主人会开出什么样的拯救经济的一个要单 我们就来比较这两个这两个人包括欧巴马 还有这个罗姆尼的一个经济政策 其中欧巴马他提出在10年内要删减政府预算赤字达到4兆美元 甚至他也针对这种全美1%的富人 还有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 要进行全面性的征税加税的动作 他也提出了在2016年之前 他要创造100多万个制造业的一个工作机会 同样他的对手这个罗姆尼也提出了 他说要创造1200万个工作机会 几乎是每个月都要多增加25万个工作 甚至他也说在2016年之前 他要整个失业率要降到5.9% 还有提出这个每年删减5000亿美元联邦预算 其实罗姆尼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倾向延长小步息的减税方案 只是现在不管是谁要当选 在选后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面对整个美国的财政悬崖的危机 因为在明年开始美国政府就要不再减税 而且要同时消减他们政府的一个支出 估计至少会影响美国明年GDP会减少4% 这当然也会牵动其他各国的经济 尤其有学者就认为台湾一个经贸活动会受到最直接的冲击 恐怕还会进一步销入台湾整个出口市场 等于是美国打喷嚏全球都重感冒的状况 毁豫 好的确有请我们来看到台湾其实跟美国的一个状况 刚刚我们提到如果说经济状况 这四年以来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并没有好转 我们从失业率来做观察 台湾现在的失业率4.39%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是9.1%的 台湾去年是4.39个百分点 但是在刚刚我们也提到其实10月份的时候 美国最新公布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8%以下 但是重点是年轻人失业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以15到24岁的年轻人来看 现在2000年的时候台湾当时年轻人的失业率7% 美国9.3% 但是几年下来 其实我们看到以去年来讲 美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高达了17%以上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美国跟台湾 其实都面临一个状况是从 就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对 我们知道年轻人没有工作 会造成非常多影响 包括说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希望 其实年轻人是最有竞争力 最有生产力的一拳 结果他们居然找不到工作 这个国家生产力是一个损伤的状态 第一个是我们知道说 现在很多社会的未来的保险制度 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什么劳保这些问题 其实未来就是主要的这个缴费者 他们不想工作 这个整体的社会保险 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问题 会有面临破产的危险 第三个就是说年轻人不去工作 会造成非常多的社会问题 譬如说就失业率 这个所谓犯罪率会上升 或是说酗酒 嗑药这些社会问题 所以年轻人的这个失业问题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我们看美国的状况 美国状况我们知道说 从这个2008年 这个金融海啸爆发以来 我们看到美国各个年龄层里面 升得最快的失业族群 失业率升得最快是哪几个族群 20到24 16到19 所以这两个年轻族群 你看这个角度 几乎都是90度的上扬的状况 而且判升到25%左右 四个年轻人 一个没有工作 你就想说他们对欧巴马是多么的失望 当然造成这个问题有非常多的原因 因为比如说美国的制造业一直不断的在外流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说 这几年的产业有变化趋势 比如说越来越多的自动化设备 或是越来越多的网路公司成立 很多通路其实都不见了 所以这些工作减少 事实上是必然的因素 所以这是美国这个失业率高升 有它的结构性问题 所以欧巴马他也知道这个问题 失业年轻人不愿意投票给他 所以他这次喊很多政策 譬如说降低学贷的利率 或者是说喊出要增加富人税 或是要求制造业回美国 其实都是针对年轻人的一些方法 但是台湾也面临一样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台湾的目前的失业率 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也是非常的高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15到19岁 是20到24岁 也是一样的局面 那台湾为什么会这么高 其实我给大家看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1995年 从这个时候开始 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 几乎是一去不回头 为什么 因为1994年 中国大陆进行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从5.7贬到8.5 贬值之后 所有的台湾的工作 都进入了中国大陆 所以从此之后 台湾的年轻人失业率 一去不回头 那现在台湾年轻人 也是面临一样的格局 我们年轻人整体失业率 高达13.7 13.5%以上 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样 年轻人目前 已经不太愿意去管政治的问题 他对这个社会 已经彻底的失望 我们政府 应该端出更多的政策 让年轻人能够充分的就业 这样对国家未来 才会有一个希望存在 如果不好好提出看法 我觉得未来 台湾的年轻人的失业率 恐怕 一直会是维持这么高的水准 好 刚刚就像世聪所提到 台湾年轻人失业的状况 非常的严重 包括其实美国 现在也是面临到 这样的一个窘境 就是年轻人很多人 他们会抱怨说 找不到工作 所以现在欧巴马 他也很担心 他怕年轻人会不会挣钱倒戈 中产阶级 在经过四年之后 会不会不再支持他了 反而这也是让他的对手 罗姆尼有机可乘 我们看到 蒙姆尼 他现在积极希望可以减少 这个国家的赤字 而刚刚我们也看到 其实美国国债已经处于 破表的一个状态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月老银行 招募弘扬 健康2.0 好 这个心情呢 对于全世界的人类来说 非常的重要 包括11月6号的 美国总统大选 那么接下来 11月8号 中共的18大 也即将要登场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呢 那么双方的民调 呈现了拉锯 但是你说 为什么罗姆尼追上的速度 会这么样的快 在先前 他有一些失言的风波 那么甚至呢 到选前 现在他的幕僚 也在搭飞机的时候呢 都不让他走进记者室 就是怕他担心 他又在那边 欧北公围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选情 我们先来看这次报道 1947年 罗姆尼出生在密西根州的 富裕家庭 身为家中最小的儿子 罗姆尼备受疼爱 也深受父母的影响 23岁的罗姆尼 看来有点青涩紧张 为了帮母亲竞选州议员 他第一次正式参加造势活动 父亲 乔治罗姆尼 曾任密西根州长 更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年轻的罗姆尼 英俊挺拔 还是个运动健将 在高中最后一年 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女 她跟别人一起线 我正在追求她 令我疯狂 尽管在感情路上 好像被安牵着鼻子走 但罗姆尼高中时候 就展现了领导魅力 年轻气盛也传出 曾经霸凌同学的负面消息 几十年前高中时代的霸凌传文 选战期间意外成为话题 而让他的竞选之路 引发争议的还有宗教信仰 罗姆尼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 历年来从没有过美国总统 信奉摩门教 1968年法国出现反对戴高乐 当总统的暴动 罗姆尼就在极度动荡的背景下 到法国传教 期间发生了严重车祸 前程的摩门教信仰 因为和美国主流价值观冲突 让他的竞选之路走得并不顺遂 但早年的从商经历 却成为罗姆尼最大的王牌 罗姆尼把他在民间企业的成功经验带到政坛 2002年年湖城冬季奥运 他用商业头脑解决预算赤字 转亏为盈 同年他成功荡选了马萨诸子州长 也克服赤字推动美国第一个全民健保 而罗姆尼悬战期间最大的争议 莫过于47%的密重说 食言风波恐怕成为竞选的障碍 65岁的罗姆尼希望继承父亲的遗志入主白宫 TVBS新闻 综合报报 不过创下些些有人会觉得罗姆尼经常失言 不过他的确也不怎么跟助手聊天 前几天突然罗姆尼的总部 还有美国的媒体都觉得是重大新闻 就在佛罗里达多一个中学的时候 罗姆尼办完活动之后 他突然跑下 跑过走廊跟群众抱在一起 这个选举不是候选人必然的行为吗 他们现在觉得是重大新闻 因为罗姆尼终于做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动作 他在选举的过程中 他每天不要太忙 一个礼拜三 四场行程就好 不要太累 然后不跟幕僚一起吃饭 不开晚上的选战会议 然后最重要是说 因为他常常失言 去京奥的时候 在伦敦奥运的时候 就看到英国人说 你们英国人真的想拜奥运吗 可是一点热情都没有 然后还有最严重的失言 是47%的米虫 前站时间的时候说 那个我将来上任的时候 我有好几个资料夹的女人 我可以拿来使用 拿来幕僚 所以他们现在在飞机上 他平常也不跟幕僚讲话 幕僚们也希望他少讲话 免得再失言 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他的一句失言 可能就跑了很多选票 好的确我们看到罗姆尼 在这一个月以来 他真的是声势高涨 那么现在呢 竟然已经可以跟欧巴马的选情 已经是不分高下 呈现平手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到底谁会当选 恐怕有人会说 这可能要问问章鱼哥了 请雨节告诉我们 好等于还记得 在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神准的 就是章鱼哥嘛 不过美国大选也有自己的 一个神奇小郡 而且他还是指标郡 我们来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印第安那州的维哥郡 他其实被说是最神准的指标郡 是因为呢 1956年开始 他当地一个投票结果 跟全国的结果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记录还保持了60年之久 另外我们说到美国大选 还有另外一个魔咒 就是红人魔咒 说的是这个美式足球里面 这个华盛顿红人队 他如果呢 赢了大选前夕的一个主场赛事的话 等于是执政党就会胜选 而且这个结果是从1940年开始 这个计算起 18次里面选举里面呢 就有17次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准确率高达了94.4% 不过我们说到最近 他这一场比赛 是在11月的5号 他对战这个黑豹队的时候 却是13比21输球了 到时候我们说起这个最指标郡呢 跟这个红人魔咒 其实这也成了另类的 美国大选的一个指标哦 好不过刚刚这个雨节当我们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显示欧巴马感觉上有点危险 有点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 其实不只是在这个美国 印第安那州的维哥俊 其实在台湾也有自己的章鱼哥也是从 我们看到说事实上每一次台湾 我们每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都会是说 有两个这个指标的这个礼 一个是士林的天狱礼 一个是这个英哥的建德礼 那为什么这两个礼 会变成是台湾版的章鱼哥 因为每一次这两个礼 这个人口结构 或是说省级的分布或是年龄层 其实跟台湾整个看起来 有非常接近的一个态势 事实上以这一次这个总统大选为例的话 这个马英总总统是得票率是51.6 那蔡英文小姐是45.6 那事实上在天狱礼的状况是51.6 对44.9 跟全国的是非常的接近 在建德里 在建德里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大家都会 每一个记者都会跑到这两个礼去说 这个最新的开票状况是怎么样 大家就会看出一个端倪 事实上盖宇杰提到说 美国的这个章鱼哥 事实上美国非常多跟选举有很有意思 像这次有一个州是非常的关键 就是二亥二州 因为他有18张选举人票 美国立任总统 没有一个人赢得 没有一个人赢 就输掉二亥二州 还能够 还能够当美国总统 对 没有错 尤其是里面一个史塔克郡 他每一次几乎是说 在这个郡赢就是会赢 所以就这一次来说 大家也可以看看说 史塔克郡到底是谁获胜 大家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材 就是说美国总统每一次带他的根据地 他都一定会赢的 如果在根据地输的话 你就大概是输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罗姆尼的话 他的根据地是麻州 麻塞珠塞州 但事实上他这一次麻州 他这个支持率是落后非常的多 另外在这个 这个欧巴马的根据地 他则是大幅领先 所以就目前看起来 似乎我是比较看好欧巴马 不过大家也很好奇 敬平 为什么 通常我们台湾选举都是在周末假日 为什么美国他会选在星期二 对 就像这一次的美国大选 他是选在美国的时间 11月6号的星期二 也是台湾时间 11月7号 礼拜三 大家都很奇怪 为什么会是在上班日订定的 这是美国最早以前 他的农业社会留下来的传统 你去问很多美国的民众 包括政坛人士 之前美国媒体有去接上 做一个随机的抽样民调 很多十几二十位 接受记者访问的美国民众 都不清楚 连国会议员自己都搞不晓得 然后甚至2004年 曾经代表民主党参选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凯瑞 也稍稍都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 真的你要去查资料 11月的第一个 星期一之后的礼拜二 为什么要像绕口令一样 这样子讲呢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 我刚刚讲的传统农业社会 因为他们讲说春天 以前他们是完全尊重农民的生活作息 来选择他们的投票日 春天适合播种 一定在农忙 夏天呢 要灌溉除草 也在忙 秋天是收成的时候 冬天又下大雪 不方便出门 唯一很好的记者是秋天 收成完之后 然后雪季还没有来 雨季又刚结束 所以大概就是秋天的11月 11月选号之后 就要选说为什么 礼拜一到礼拜天不选 礼拜六礼拜天呢 我告诉大家礼拜天 很多美国人要上教堂 那礼拜六为什么不选呢 信仰的关系 因为赶着上教堂 礼拜六 因为美国他们以前 19世纪20世纪 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是马车 你进城里面 投票往返都要两天 以前我刚刚在那个 四重哥讲2000年那一次 高尔跟小布希选举的时候 我到那边刚好去公朋其胜 采访大概一个月 本来以为一个礼拜 就可以采访完 谁知道他们总统选不出来 我到那边去采访的时候 到那个投开票那一天 我们下塔 我是在华盛顿 华府DC首善之区 我从下塔的半天 要到那个最近的投开票所 坐那个shadow bus 要20几分钟 快半个小时 你想想看 那19世纪坐马车的话 你来回 礼拜六跟礼拜一 不管哪一天的话 礼拜天投票的话 礼拜六跟礼拜一 都来不及 赶回去要做事 要农忙 那为什么不选礼拜三 礼拜三有很多 美国在传统农业社会 到现在还有很多乡镇 都还是传统的市集那一天 不能定 礼拜五为什么Friday Friday要去夜店 要去Pub 要去喝酒 工作了 你还不投票 那不要 扣一扣没几天了 礼拜四也不行 也是一样 前后有那个市集的日子 礼拜三刚上完市集 来不及投票 礼拜五要完 礼拜四不好 所以卡到礼拜三 最后只剩下礼拜二 那为什么不定一下 美国的第一个 11月的第一个礼拜二 这样就好了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们11月1号是万圣节 又卡到万圣节 有时候是很重要的一天 尤其农业社会那种农忙 以前这样传统下来 所以为了避免11月1号 可能是礼拜二 又刚好碰到万圣节那一天 他们完全要排除 11月1号的可能 所以就干脆定 美国11月第一个星期一 以之后的第一个礼拜二 很像老口令一样 所以大家都习惯 很久而久之 大家已经从1842年开始 立法之后 1948年开始正式实施 相言承襲 老祖宗的规定一直下 他们就已经有点保守 就这样子做了 好 所以美国的在11月的第一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之后的第一个礼拜二 马上这场总统大选 真的是全世界都在关注 但紧接而来的呢 就是11月8号的中共 这个18大 也即将要面临到政权交接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好 好 这个星期呢是攸关人类 那么接下来几年呢 包括政治还有所有一切活动 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一周 除了11月6号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外呢 紧接而来的 11月8号呢 马上中共18大也要登场了 当然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呢 胡文体系要正式的下台一举功 而习近平要正式的接班 但是他在接班马上要面临到的是 中国大陆现在非常多的问题 包括贫富差距 而且还有贪腐的情形 以及环境污染 黑心食品等等 而且我们来看到是其实 在选前创下 这个中日之间 因为钓鱼台的关系非常的恶化 那么之后的情况会改善吗 其实像全世界都在讲说 在很多国家 包括全世界政治里面 战争就是和平 当然像内部问题这么多 你要解决的时候 会引起多大的复杂 这个时候什么 对外有个敌人 全民的话 民心一致 有向心力了 有向心力了 战争就是和平 就可以巩固领导中心 所以不只是 我很多那个经济学 很多那个战略学家 军事学家 包括你希拉蕊斯下都讲说 恐怕中日中江一战 为了钓鱼台 为什么呢 他们有几个指标 第一个是 人民日报在10月20几号的时候 突然出了一个社论 是可冷 孰不可冷 全世界一看就吓到了 所以香港的媒体 还有全世界媒体 大幅的转载 因为上一次写 是可冷 孰不可冷 是1979年 写完这个社论之后 中共就50万大军 越过 打了越南 再上一次是1962年 也是同样的社论 是可冷 孰不可冷 就打了中印战争 所以大家一看说 这个动作里面 如果人民日报出来了 而且人民日报 那个四可冷 孰不可冷 第二天海外版 还出来一篇 日本在狂躁的时候 难道你们忘记了 中国的导弹的威力吗 那种恐吓的味道 已经是非常强硬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很多时候是说 当时邓小平接班之后 文革刚出来 中国人也是内部问题一大堆 邓小平发现说 哇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二三十年没打仗了 所以练兵 所以邓小平去打越南战争呢 他不是为了求胜 就是去练兵 所以去练兵呢 所以他把五大军区的军队呢 轮流去那边打一打 那现在中国呢 航空母舰刚出来 海军战出来 中国还利用钓鱼台在东海这边 跟日本打一个局部战争的几率是非常的高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中日之间 现在大家很担心 习近平呢正式接班之后 会不会真的中日之间会有 因为钓鱼台而引爆了战争 但是我们来看到的是 其实在接班前夕呢 经济学员就已经以习近平作为封面了 因为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对于全球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 而且呢 现在北京 为了要迎接十八大 其实现在已经是处于草木皆兵的状态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好 敬平十八大要登场 现在北京已经草木皆兵了 没有错 你想想看 这么多的中共党政军的要员 在这一段时间 11月8号 接下来一个礼拜 都齐聚在北京这边 所以当然是弄得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举例来说我们有朋友刚从北京回来 现在在北京的街头 几乎你只要碰到这个公安 武警 或是特警 或是血管 胶管这些人 几乎都要负责另外一个 除了维持街道上的一个秩序之外 就是有一个安检 什么安检呢 碰到游客观光客 或是一般的路人 你只要背一个包包不寻常 他就会说先生 请到旁边的小房间 我们检查一下 检查包包 或者他们都有一个钢绍艇 几乎三部一钢 五部以上 检查你的随身包包 跟你的随身行李 还有最重要的是 有没有身份证 如果你是大陆内地人的话 有大陆内地的身份证 如果你是台胞 台胞证外国人的话 你总有一些护照等等 可以辨识你的身份 而且在这段时间 你买那个剪刀菜刀 有关于刀剪这些工具 一律不得买 你一定要申请填那个单子 申请披下来做 买个菜刀剪刀都还要申请 那不行啊 万一你拿去作乱 或拿去暗杀谁 那还怎么得了 这个公安特警 武警 哪负得了这个责任啊 而且你在北京现在之后 这个时间绝对不准放鞭炮 绝对不能放热气球 放一些气球 普通的气球飘上去都不行 外交通飞机也不行 谁知道你会不会拿来 做恐怖攻击啊 所以为了保护中共 所有的党政军在此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2100超新闻